要江山还是要美人 论做出何种选择 相信大家一定都能给出自己的理由 可如果有人说 江山美人全部要 只求自由在这边 不知道大家是否会选择相信呢 实际上很多人并不知晓的是 当初蒋介石之所以能够乘风而起 一跃成为黄浦军校校长 并逐渐走向中国权力巅峰 便是由于此人拒绝了黄浦军校校长的职务后 还拒绝迎娶宋美龄 这才让蒋介石有了后来居上的机会 此人便是谭颖海 作为清末有名的名门望族 谭家在朝野的影响里都值得肯定 除去习祖父谭之恒 从担任清朝国则先生一晚 习父谭忠明 乃是在左宗堂收复新疆之际 立下了汉马功劳的大臣 因此就身份地位及家庭环境来看 谭颜凯所倚靠的谭家这棵餐厅大树 足以让无数人羡慕无疑 只不过外人不知道的是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述出的谭颜凯在谭家内部 并没有受到多少待见 除去下人们见面要礼尽三分之外 习父对他 不想任何关怀和照顾 好在谭忠明虽然封建受救 但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上 还是一致的问题 都是自己的孩子 自然都要请一个老师来教导 也不存在开小灶的情况 就这样 在大学旧翁同素的教导下 谭颜凯对整个社会 都有了自己的认知 当然 他的认知和其他人都有所不同 尤其是母亲和自己的亲身经历 当谭颜凯开始反思 古朱的封建社会制度下 连同一个家庭当中都做到不平等 好外界 光鲜亮丽的权贵家庭下 是对所有穷苦老百姓的压榨获得来 这样的社会人们 为什么还要支持他的存在呢 以父亲为首的封建守旧 又究竟在守些什么 是所谓的礼仪 所谓教化 还是单纯的所谓利益 谭颜凯提出了问题 却始终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一直到孙中山先生的出现 他终于让谭颜凯看到希望 时间来到了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 可兴生的政权中 守旧派和革命派又开始传了起来 谭颜凯很疑惑 他们究竟在吵什么 又在争什么呢 尽管他早就考取了清朝的近视 并长期致力于兴政的推行 却还是没有搞懂 为什么要将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面 当然 用没有搞懂来形容并不准确 谭颜凯不过是希望大家将精力都放在正式上 可还没等他思绪出解决之道 守旧派和革命派就一同招商了武 一个推行兴政的人 又恰好出身于旧社会风险大家族 再来 就这样 在双方的簇拥下 谭颜凯出任湖南都督 值得一提的是 彼时谭颜凯尚处于明哲保身的几段 所以即便次年二次革命爆发 谭颜凯也并没有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一直到社会各级的舆论压力不断袭来 谭颜凯这才发表了 讨原较 此后 袁世凯败亡 但其锐取而代之 并叫嚣着要毁弃民远约法 影响谭颜凯一生的孙中山 终于和他逐渐有了接触 而经历过上一次讨原影响后 谭颜凯和孙中山先生一样 激烈指责段其锐的独裁和虚伪 在长时间的交流沟通之中 谭颜凯也终于逐渐理解了孙中山先生 坚持三民主义并奉为闺女 谭颜凯又为何会主动放弃孙中山 提出的相应职务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 谭颜凯自身的追求 其实是看到封建破除 明智初开后便感到十分满足 以1924年陈九民发起叛乱 谭颜凯和蒋介石 联手几部叛军后的表现就能够看出 此次行动过后 谭颜凯并没有将军功看得很重 只认为这是分内之人 做了一件分内之事 反观蒋介石呢 军功无论大小 都是他不断向赏净身资本 和蒋介石不明白的是 谭颜凯和他之间 孙中山先生早已有了人选 哪怕坊间将二人称作是自己的左右手 孙中山也十分清楚 二者的能力或许在伯仲之间 但品行却十分容易分清 因此早在蒋介石最终被确定为 黄埔军校校长之前 孙中山先生就已经私下询问过谭颜凯 是否有意出任 答案也很明显 面对所有军政高层都梦寐已久的 黄埔军校校长之职 谭颜凯完全没有任何心思 当他个人的追求得到满足以后 他也明显更加清新于去享受生活 当然 这绝不能将谭颜凯本人和贪图享受 联系在一起 包开时代的局限性不谈 谭颜凯的性格 也并不支持他继续在政坛当中 与蒋介石勾心斗角 真权夺利 或许谭颜凯自己也清楚 政治本身就不是适合他的人事选项 可如果说放弃江山还能够理解 放弃孙中山先生介绍的宋美玲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更关键的是 像这样的名门望族 最看重脸面二字 孙中山先生主动介绍不谈 宋家也不是谭颜凯想拒绝就能够轻易拒绝的 答案其实很简单 谭颜凯之所以会选择拒绝宋美玲 是出于对霸气的思念 以及对封建时期 异夫多妻制的吐恨 正如开篇所言 谭颜凯生母一直都是妾室 却不希望自己成为他父亲的样子 至于如何妥善处理和孙中山 以及宋家之家的关系呢 谭颜凯很聪明 他就主动上门拜访宋家 并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宋老太太的义子 对吧 大家都是聪明人 眼见谭颜凯已经做到这一步了 宋家自然也不会为难于他 值得一提的是 后续蒋介石对宋美玲发起追求时 谭颜凯还存在一旁为了助攻 在他的介绍和引荐下 蒋介石这才得以过去宋家的名租